南京特产 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市江苏省的省会城市 南京的特产很多 总结下来下面十项最为出名 1.南京云锦 南京云锦是南京传统的蹄花丝制工艺品 其用料烤旧职工精细 图案色彩典雅富丽 2.南京羽花茶 羽花茶是全国十大名茶之一 它外形圆绿且带有白蚝 犹如松针一般 3.南京盐水鸭 盐水鸭鸭皮白 肉嫩肥而不腻 在南京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4.白马黑莓 南京市白马镇的黑莓国际产量最大 所以又被誉为中国黑莓之乡 5.不鱼老醋 不鱼老醋与东北特产红高粱为主料 使用多种粮食 采用传统工艺和现代科学相结合 精心酿制而成 具有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调整机体功能等功效 6.固城湖螃蟹 固城湖螃蟹有青背 白肚黄毛 金爪等特点 其肉质肥嫩 鲜美 营养丰富 7.八卦粥卤 卢蒿 卢蒿又名楼蒿是一种普通的野草 在八卦州 当地村民把它们演变出鲜炒卢蒿 卢蒿干 卢蒿茶 卢蒿酒 卢蒿小菜等系列食品 成为了当地著名的品牌 8.羽毛贡扇 羽毛贡扇是蠢西古镇的特产 蠢西古镇芦苇丛生 湖滩遍布 是水情生长繁殖的绝佳之地 因此这里也产了质量最好的共扇 9.精灵折扇 精灵折扇是南京独有的地方工艺品牌 在历史上 南京七峡龙潭和石布桥一带 是精灵折扇重要的生产中心之一 10.活珠子 活珠子是南京著名的特产 吃刀鸡蛋即将孵化成一个生命 但是又没有完全形成实制作 这种一鸡一蛋的鸡蛋孵化物叫做活珠子